诶 赶快搭帐篷了 你这个小飞翔啊 诶 这里一个人住好像 蛮舒服的 好 那你以后知道了齁 你知道我有个绰号就是 少林搭棚搭室 什么东西啦 不用紧张 OK PASS ME 跟香港我们的鸡翅群有点像 这里是我去过一次 会想要再来的露营区 员工会载我们去我们的营地 我们在这里好安静耶 走我们站 好可爱的起椅子哦 Good Day 我是凯晴 我们今天要去露营 我们去金山 其实离基隆非常的近 大概半个小时车程就到了 金山皇帝镇森林 然后我们 皇后镇 皇后镇 我说什么 皇帝镇 皇帝镇 皇帝镇的朋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 哎呦 我们今天还打球的 类型女装这样子 我跟大家说 我们本来年初的时候说 今年是露营年 然后结果我们现在4月 才第一次露营是什么东西 因为之前一直下雨 然后第一的取消没办法 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阻解 电风扇可以阻解 然后还有一些烤肉的用具 睡袋啊 帐篷啊 这边还有很多饮料 帮你掺着啊 帮你盯着那盒子 门在哪里 不是要在忙 不是要在忙 哦 OK 好来它有附那种 哎 我们最下面要先附那个 防潮店 为什么因为要防潮吗 原木板好像还好 但是 还是铺一下比较好 这个是那种绳子跟那种钉啊 小飞侠 小飞侠 天 哎 赶快搭帐篷了 你这个小飞侠 你一披上披风就想飞了是不是 小飞侠 其实我真的不确定 好啦我回去再好好的youtube一下吧 反正搞定这一晚再说 可以的啊 还好是好天气 我跟你说 昨天我们看七上的时候 一直说什么60%下雨 吓死我了 你看那边 大太阳的 这个还不错 它有两个门的 这一个人住好像蛮舒服的 好那你以后知道了齁 在你社区盖帐篷喔 我第一次看到帐篷那么透明耶 四边都有窗耶 又偷窥了 现在客厅帐 要开始搭了吗 开始啊 你知道我有一个错号叫做少林搭棚大师 什么东西啦 少林搭棚大师 诶我们这个客厅那是不是要摆 就是要跟那个桌子合 就是在相比 哦好好好 不用紧张OK Task me 还好有找员工来 不然 不然我们整个吃吃吃饭吃到一半 然后整个倒下来 然后每个人入园要入园费一百块 但是它是可以抵里面的消费的 比如说里面的bar或是cafe都可以抵掉 我现在要挂灯啦 就是装饰的灯 你被淹没了耶 哇 没一下子 你们俩到底在去干嘛 哈哈哈 不知道在忙什么 哇小柯你这个车上什么都有耶 你有电动充的 又有延长线 还有那个 诶这个网子是什么啊 抓鱼的哦 洗好碗你在那边晾碗 你是不是给食尚与准备洗菜啊那些 我是团长 我们今天晚上是煮火锅 然后这次火锅呢 我们就不用水当底 就有一个人就跟我说 他有用这个来煮火锅 所以我就学学看 而且我们之前有吃过一个什么 起司牛奶 对 就是很好吃 所以我都买了海量的起司 看一下能不能一碗 所以我中午没吃 好棒哦 好满哦 确定吃得完吗 好 超好吃 我记得上次那个真的超好吃 可以耶 这汤真的好好喝哦 诶 而且我们还有买蛤蜊 有那个鲜味 这小白推荐我 他说跟香港我们的鸡翅群 有一点像 所以我从此之后就爱上它了 准备 准备 每天早上我们要排一下 准备 准备 我每天都去跑三圈 你真的吗 你又好吗 对我跳 哈哈哈哈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皇后镇森林这边的故事 这是实际第二次来 第一次我是跟小胖 我另外一个香港的朋友 然後我們兩個女生在那邊 加好帳篷然後睡覺 結果我們就是因為太冷了 然後睡袋也不夠暖 我們兩個都發現對方好像睡不著 然後我說你是不是很冷 他說好冷喔要回家嗎 因為我們兩個都住在同一個社區 都是住在基隆 我想說好回家好像也半個小時45分鐘 好然後我們就凌晨3點 起來收帳篷回家 我那天在上班半夜的時候 我那天說欸 露營好玩嗎 3點多的時候我回家了 阿你們去露營 為什麼要說冷死了 雖然離家境也不是這樣玩法吧 你看我把我爸送給我的這個燈 也帶來了 打GAMP啦 太強打GAMP啦 真的 你這樣躲起來都還是被你們發現 這個就是我們的廁所 欸超乾淨的 你看還有吹風機供我們使用 你看就還有類似鋼絲分離這樣子 然後洗澡是這樣 然後這邊有附的洗髮精啊 沐浴乳這樣子 你看都有洗東西的地方啦 而且好乾淨喔 很乾淨對不對 如果你想在這邊吃飯也可以啊 冰箱可以冰自己的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洗衣機啦 還有飲水機 哇我們連續四天玩卡糖到欸 我傻眼 我們要睡覺囉 你看這個真的很小 這個腿毛有點噁心 好啦晚安啦 明天早上再見囉 關燈 早安早安 欸帕帕 你知道我今天的穿戴有什麼特別嗎 你真的是堅果耶 真的是 你看你看 我現在來做早餐啊 今天早上是想吃蛋餅 然後等一下看他們要不要吃 印尼烙麵 我超愛吃的 先切奶油 其實我在 我在家裡不會 用奶油去煮東西 因為 真的很肥 但是出來玩就沒關係 只有碗上一口 下這個豆皮 黃豆皮 是那個下油給我的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好 好 我現在睡覺都要在這裡 這個 果汁雞 柏盤又來又來長 現在要抓煙 我跟你講 這種水蒸攜帶果汁超方便的 厲害的香菁牛奶來了 這次沒有加水稀釋了吼 這次沒有偷工減料 你上次偷工減料 他被我們罵飯 蠻好喝的 吃完早餐 我們早上去園區 繞一下 其實園區超大的 我上次跟朋友來 然後也繞了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這裡是我去過一次 會想要再來的露營區 因為它其實不只是自己搭帳篷那些 它還有這種的 它還有露營車 這裡面是一個餐廳 好酷的電竹物 但是它11點才開門 現在9點多 我就不能進去開 但是好酷喔這裡 然後開可以玩水嗎 我覺得這個真的可以再來耶 有一點國外風 其實它可以泡湯 有一個叫什麼 三馬里裸湯 可以去官網那邊看一下它開門時間 但是今天就是沒有開 而且今天超熱的 誰要泡湯 怎麼了 什麼 這就是 這叫七層七型 七層七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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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覺得這好帥耶 一直在切旋七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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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變態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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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沒有開封 我只是看裡面設施長怎樣而已 好嗎 我真的是很難想像 你看 我拿到 可是那邊太老頭 真的有看到嗎 真的 看得到那個有沒有 右邊 好 下次吧 下次什麼 我從露營區回家啦 那現在就可以好好的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次帶去露營的燕麥奶 那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會喝池烏奶 除了燕麥奶之外還有杏仁奶啊 豆奶等等的 而且呢孟馬燕麥奶它是來自英國的 然後也是英國星巴克指定的燕麥奶品牌 就特別的賣點呢 就是他們沒有額外添加蔗糖還有鹿角菜椒 他們的糖分都是來自於天然的燕麥 但如果大家有留意到的話呢 就會發現其實這兩個顏色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們家的燕麥奶有兩款 這個是原味的 然後這個呢就是咖啡式 edition 其實我覺得兩個都可以直接喝還蠻順口的 那原味的話呢就是比較適合淺烘焙咖啡 偏酸偏苦都適合 然後也比較適合茶類 比如說紅茶烏龍茶 而我自己呢原味的話就會用來喝麥片啊 或者是像我露營的時候去煮火鍋等等的 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這個咖啡師 你看它的包裝上面都有這個辣花了 很明顯就是for咖啡的嘛 for泡咖啡的嘛 那它呢就是說搭配各式的淺重重度烘焙咖啡都可以 用它來打奶泡 那個奶泡還蠻濃密還蠻持久的 就是放久了它那個奶泡也不會燒溼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適合用來辣花 那其實我最近在逛大賣場或是超市的時候 還蠻常看到這個品牌的燕麥奶的 所以蠻推薦大家去試試看 比如說你最近改吃素了 或是你想要減肥 或是最近有什麼皮膚問題等等的話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用燕麥奶 或是其他植物奶去代替牛奶這樣子 那這個影片就差不多喔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